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印刷术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很少有人了解,在中国的印刷术出现之前,古罗马其实早已经掌握了图书印刷的技术。 古罗马的印刷术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为什么这一技术在随后的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方历史中的这一神秘篇章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沐湘四亿,中国印刷术的萌芽与绽放。 在遥远的东方,一项伟大的发明正悄然孕育。 公元25年,东汉蒙朝的统治刚刚开始,一种名为《踏印》的技术在民间悄然流传。 这项技术虽然简单,却为后世的印刷术奠定了基础。 想象一下,当时的工匠们小心翼翼地将纸张覆盖在刻有文字的石碑上, 轻轻地用墨榻印出清晰的文字。 这一幕是多么的神奇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到了唐朝,一个重要的突破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这项技术的出现让书籍的制作效率大大提高。 然而,唐朝的工匠们围坐在一块巨大的木板前, 用精湛的技艺将整篇文章的反字雕刻齐上。 当墨水涂抹在木板上,再覆盖上纸张, 一亿完整的书页就这样诞生了。 这项技术的出现让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佛教经书得以广泛传播, 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真正让中国印刷术达到巅峰的是宋朝时期的一位名叫毕生的发明家。 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堪称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 毕生是个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人。 他意识到,如果能够将每个字单独制作成可移动的字母, 那么印刷的灵活性将大大提高。 经过不细的努力,毕生成功地制作出了陶制的活字。 想象一下,当时的印刷工人们在一个个小格子里挑选着需要的字, 将它们按照文章的顺序排列好,然后进行印刷。 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大大降低了成本。 然而,由于汉字的数量众多,复杂程度高, 这项技术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更多的是在特定场合或官方出版物中使用。 尽管如此,中国的印刷术还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技术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 为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您一般的古罗马书籍繁荣背后的真相。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遥远的西方, 一个令人废弃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 竟然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图书页。 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 法国学者卡特里纳萨雷斯在他的著作, 古罗马人的阅读中提到, 当时的罗马已经拥有发达的图书页, 书商与发行商共同负责图书的印刷与销售。 古罗马历史作家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也多次提到, 交代出版等词汇, 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 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时, 却发现这个说法存在诸多一点。 首先,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 古罗马拥有先进的印刷技术。 其次,这些记载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印刷技术细节, 更多的是对书籍制作和流通的描述。 那么,古罗马繁荣的图书液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答案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 它主要依靠大量的奴隶进行手工抄写。 想象一下,在古罗马的街头, 一家家书店林立, 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 但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 却是无数奴隶日以继夜的劳作。 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曾经是学者, 教师或玩人, 却因为战争沦为了奴隶。 这些有文化的奴隶被安排从事抄写工作, 他们日复一日地抄写着各种书籍, 为古罗马的文化繁荣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种方式虽然效率低下, 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却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它使得知识得以传播, 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书籍。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繁荣背后的残酷现实, 它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 沉睡的中世纪, 知识的守护者们。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 欧洲进入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知识的传播似乎陷入了停滞。 然而, 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 一群默默无闻的修士们扮演着知识守护者的角色。 在烛光摇曳的修道院图书馆里, 修士们日复一日地抄写着古典著作和宗教经典。 他们的工作既是一种宗教仪式, 也是保存知识的重要手段。 想象一下, 一位年迈的修士, 戴着厚重的眼镜, 弯腰驼背地坐在书桌前, 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抄写着拉丁文手稿。 这种场景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中不断上演。 虽然这种方式效率低下, 但他却成功地将古典文明的火种在动荡的中世纪中保存了下来。 正是这些辛勤工作的修士们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日益增长。 修士们的手工抄写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更高效的文字复制方法。 这种需求为后来印刷术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革命性的飞跃, 古藤堡与现代印刷术的诞生。 终于, 在15世纪的德国美因词, 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古藤堡的人, 为人类的文明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 彻底改变了人类传播知识的方式。 古藤堡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的人。 他注意到, 当时的书籍制作效率低价, 价格昂贵, 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 他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快速地制作书籍。 经过多年的试验和改进, 古藤堡终于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印刷方法。 他使用金属制作的活字, 配合特制的油墨和印刷机, 实现了高效率的印刷。 想象一下在古藤堡的工作室里, 工人们忙碌地排列着金属活字, 然后将木头抹齐上用力压下印刷机的手柄, 一亿完整的书页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 还使得书籍的成本大幅下降。 古藤堡的发明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 它不仅改变了书籍的制作方式, 也改变了欧洲人的阅读习惯和文化生活。 知识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有趣的是, 虽然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较早, 但由于汉字的复杂性和排版难度, 它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相比之下, 古藤堡的印刷术因为适应西方字母文字的特点, 很快就在欧洲得到了普及。 这也提醒我们, 一项技术的成功, 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先进性, 还要看它是否适合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印刷术的世界之旅, 文明的桥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印刷术开始了它的世界之旅。 它跨越山川大海, 连接起不同的文明, 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东亚, 中国的印刷术逐渐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这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文字特点进行了改良和创新。 例如, 朝鲜在15世纪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 这种技术甚至比古藤堡的发明还要早几十年。 在中东地区, 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接触到印刷术。 然而, 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 印刷术在这里的发展相对缓慢。 直到19世纪, 现代印刷术才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广泛应用。 回到欧洲, 古藤堡的发明如同一颗火种, 很快就点燃了整个大陆。 各国竞相建立印刷厂, 大量的书籍开始涌现。 这不仅推动了知识的传播, 也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标准化。 例如, 在英国威廉卡克斯顿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 为英语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印刷术的传播, 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 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 它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使得马丁路德的思想能够迅速传播。 同时, 它也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发展, 使得科学家们的发现能够更快地为人所知。 随着欧洲各国开始了海外扩张, 印刷术也随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美洲、非洲和亚洲, 印刷机成为了传播欧洲文化和知识的重要工具。 然而,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化冲突和殖民统治, 给当地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 或许很少会想到, 这背后有着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历史。 从中国的雕板印刷到古藤堡的金属活字, 从修道院的手抄本到现代化的印刷厂, 印刷术的发展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它不仅是一项技术, 更是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 推动着人类知识的传播和创新。